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事看起来很开心 说能在这儿过夜也不错 正巧有个和尚从寺庙里经过 他听了之后就对我们说道 你这辈子肯定过得很好 福源深厚 小王听后大吃一惊 这个同事新来公司才两年时间 就做到了别人五年十年才能达到的职位 而且在公司里人缘极好 而且还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为什么只是一次接触 这位和尚就能洞悉那么多事情 赶紧去问那位和尚 和尚微笑着说道 静由心生 福有济躁 一个人内心的差异 会让一个人的行为举止都会有很大的差异 这也会对一个人的未来有很大的影响 心地善良的人 一般都是有大福报的人 尤其是有这五个特点的人 更是有大福报的人 一 有上进心 高尔基说过 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 他的财力发展得越快 所谓上进心 就是对人生有所追求 有所期待且不断超越 年轻人艾森豪威尔 经常和家人一起玩指牌游戏 一天晚饭后 他像往常一样和家人打牌 这一次 他的运气特别不好 每次抓到的都是很差的牌 开始时他只是有些抱怨 后来他实在是忍无可忍 便发起了少爷脾气 一旁的母亲看不下去了 正则道 既然要打牌 你就必须用手中的牌打下去 不管牌是好是坏 好运节是不可能都让你碰上的 艾森豪威尔听不进去 依然纷纷不平 母亲于是又说 人生就和这打牌一样 不管你手中的牌是好是坏 你都必须拿着 你都必须面对 你能做的 就是让浮躁的心情平静下来 然后认真对待 把自己的牌打好 力争达到最好的效果 这样打牌 这样对待人生才有意义 艾森豪威尔此后一直牢记母亲的话 并激励自己去积极进去 就这样 他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 成为忠孝 盲军统帅 最后登上了美国总统之位 悉尼家说 差不多任何一种处境 无论是好是坏 都受我们对待处境的态度的影响 谁的人生都不会一帆风顺 生活总会有各种难题 不上进的人会抱怨 最终原地踏步 上进的人会争取 最终摆脱困境 一份辛劳 一份收获 虽说上进的人 不一定都会成功 但不上进的人 一定无法成功 二 有稳定的情绪 情绪是一个人 最直接的情感反应 有人说过 一个人如果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那他就胜过国王 韩信 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统帅 然而世人记住的 不仅仅是他的军事才能 还有他超强的情绪控制能力 韩信从小失去父母 经常遭到歧视和冷遇 有一次 一个五大三粗的屠夫 看到韩信腰间陪剑 猜想他是胆小之辈 于是想羞辱韩信 当众对他说 要么从我裤裆下跨过去 要么把我杀死 韩信自知形单影之 没有胜算 毅然选择了前者 忍受着巨大的侮辱 从屠夫胯下跨过 然后在众人的嘲笑中 从容而去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韩信胯下之辱的故事 面对一群无赖的挑衅 韩信没有一怒之下拔刀相想 而是通过冷静的分析判断后 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做出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虽手一时之辱 却化解了一场危机 也正是控制得住自己的情绪 短短几年后 韩信未及人臣 同领百万兵马 成为战无不胜的一代兵神 曾听过一句话 一个人的成功85% 来源于他的人际关系 而在人际关系中 情绪的管理和控制 无疑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只有小孩才喜欢 把情绪表现在脸上 成熟的人都懂得 如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因为当你能控制好 自己的情绪时 便意味着你能处于 一个主动的位置 统筹全局 而不是被情绪所左右 不管在工作 还是生活中 当你让情绪稳定下来 你才能冷静地 面对听到和看到的一切 控制好情绪 保持情绪稳定 不论是友情还是爱情 不管是家庭 还是事业 都会变得顺风顺水 三 有优秀的圈子 所谓圈子决定人生 一个人的潜力值 和他身边的朋友 有着紧密的关系 欧阳修曾在影州任职 手下有一年轻人 吕公主一心求教 望与之交好 他看好吕公主 逝学有行 遂与之来往 一次 好友范仲淹前来拜访 欧阳修便邀请 吕公主一起做培训话 交流诗词歌赋 九过三讯 范仲淹对吕公主说 进朱者赤 进墨者黑 你能在欧阳修身边学习 真是太好了 日后你的文笔 写作水平定能提高不少 吕公主深以为然 后来 在欧阳修的帮助喝指导下 吕公主的能力日渐突出 以生著作泼风 你接近什么样的人 就会走什么样的路 和庸俗的人在一起 你就会被生活所事所烦恼 茶饭之余的八卦和闲言碎语 是你的生活状态 和读书创业的人在一起 你们探讨的 都是学术知识和未来展望 个个都是斗志昂扬 生活又无限希望 好的圈子 能激励你进步 坏的圈子 却会活生生地杀死你的努力 就像韩寒说的 一个人能走多远 要看他有谁同行 一个人有多优秀 要看他有谁指点 一个人有多成功 要看他与谁相伴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一滴水 只有融入大海 才不会干涸 一个人只有加入优秀的圈子 路才会越走越宽 四 心里装着善良 人之初 性本善 我们在最初的时候 心中有满怀着善意 当善良遇见善良 人生就会发出璀璨的光芒 所谓善良 就是心里有别人 设身处地为别人想 每个人的心里 都有一颗善良的种子 如果我们用善良来 面对人生不期而至的各种际遇 生活就会处处明媚 一个善良的人 一定是一个温暖的人 小到帮助身边的人 大到心中装着云云众生 善良让我们干净通透 如开在岁月中的一朵兰花 散发着一人淡然的香气 诠释着生命的云淡风轻 人而好善 福虽未至 或以原意 永远抱着善良之心 是一生最大的福气 在生活中 最简单的善良 就是帮助他人 当我们伸出帮助之手 我们就种下了善因 终有一天 我们会收获善果 人的一生中 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也许我们出于无意识 而做出的一个小小的善举 就能改变其他人的命运 同时自己的人生 也随之发生改变 种瓜得瓜 种斗得斗 用善良去对待别人 别人也会以理回之 正所谓爱出者爱反 浮亡者浮来 怀揣着善意 始终向着光亮那方的你 一定会有更多好运气 五 为人厚道 厚道的人天生带着三分福气 必有厚福 古往今来 厚道者 往往俘虏深厚 一个人能够厚道待人 厚道处世 将来必定会有福报 厚道 看似是吃亏让步 其实是变相为自己增光天才 春秋时期 年少的豹书牙和管仲 一起在闹市做买卖 每次分离时管仲都会多拿一些 旁人见词很是气愤 提醒鲍书牙要注意 他听后只是笑了笑 说 没事 你们是不知道 他的家庭不好 有老母亲需要侍奉 我手头还算富裕 他多拿点是应该的 鲍书牙的厚道让人佩服不已 而管仲义没有辜负他的帮助 是其位生死之交 之后在管仲和豹书牙联手辅佐下 齐桓公九和诸侯 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无可争议的霸主 做人 算盘不能打得太响 看似占了小便宜 却丢掉了大格局 而厚道的人 看似吃了亏 实则收获了人心 你的为人处事 就是你的运势 你的言行举止 就是你的福气 爱出者爱返 福王者福来 你的所作所为 终会为你赢得人心 你的一言一行 终会为你迎来好运 心存厚道 必然能有福报 人生路也必定会宽广平坦 厚道是一种善良 善良是一个奇妙的轮回 你帮助别人的善意 早晚有一天会成为你身上的福气 保持厚道 保持善意 善行善言 这样的人 早晚会收到命运的馈赠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如果您的观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